这些人的肌肉如希腊雕塑般完美 他们的意志比金哥铁甲还坚硬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斯巴达三百 这是人类史上最残酷的战争 狙区三百士兵 面对的是浩浩荡荡的五十万大军 战斗持续了三天三夜 三百将士一次又一次逼退敌人的进攻 誓死不退 贤哥今天要讲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斯巴达三百勇士 改编自历史上著名的温泉关战役 一步将暴力美学发挥到极致的战争史诗 毛与盾 血与肉 杀戮与荣耀 在油画般质感的镜头下碰撞交响 不管是看几次都会忍不住热血沸腾 故事发生在公元前五世纪 小勇善战的斯巴达城邦以盛产勇士著称 你绝对想不到他们是怎么训练的 一个婴儿刚出生就要经历残酷的筛选 体弱的 残疾的 直接全部扔掉 男孩七岁之前要接受魔鬼训练 再累 再疼 全都忍着 到了七岁之后 男孩离开母亲 被强制驱逐城外 用他的智慧和意志去对抗大自然的狂暴 最终能活着回来 坚持时间最长的 就会成为受万人敬仰的斯巴达的王 他们才是真正的战斗民族啊 这天一个波斯使者来到斯巴达 看他那样子 尾巴都快翘到天上去了 简直拽得不行 他要求国王臣服波斯大帝 每年还要进攻 而国王这暴脾气 一听直接怒了 等等 你再教我做事 在斯巴达人的字典里 可没有臣服二字 国王用行动表明了态度 但这也意味着 大战将一触即发 波斯大帝听说自己派出的使者居然被杀了 他一怒之下 直接发动了50万大军进攻斯巴达 而斯巴达勇士怎么可能坐以待毙 国王提出想率兵出身 但这事他一个人说了不算 因为斯巴达的法律有规定 国家要开战 必须有祭司和议会的同意 而这些糟老头子早已被波斯人的金钱收买 腐蚀 通通都反对出兵 没办法 国王只能孤注一掷 他召集了300名斯巴达最强的战士 告诉议会这是他的私人首位 可堂堂一国之军 带300个保镖 不过分吧 议员露出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 国王的孤勇正中他们下怀 他们心想着 带这么点人出征 那肯定就是个死 而勇士们也很清楚 这次出征凶多吉少 但他们没有恐惧 没有退缩 三百勇士赴死的精神感染了其他人 林邦的杂牌军主动请战 但国王说他们还没准备好 这时一个长相丑陋的斯巴达诸如 也想加入战斗 可国王为了对行考虑 狠心拒绝了他 这时的国王怎么也不可能想到 就是这个被他拒绝的侏儒 将会成为导致他们惨败的关键因素 之后勇士们经过一个村庄 发现村民被波斯军团惨无人道的屠杀 他们还把村民串在树上 耀武扬威 国王带着愤怒的勇士们 在狂风暴雨中抵达战场 他们来到被称作温泉关的地方 这里地势险要 一手难攻 斯巴达勇士严阵一带 突然 大地开始剧烈晃动 难道是地震了 国王扭头一看 一大波波斯军队浩浩荡荡攻了过来 大战一触即发 冷兵器时代的两军对线 到底有多惨烈 战士们用盾牌死死顶住敌人的冲锋 靠绝对的力量拉开作战距离 斯巴达人不愧是从小跟野兽打架的勇士 他们以一当时所向披靡 很快波斯兵被逼上绝路 斯巴达勇士举起盾牌 深深将他们推落悬崖 可勇士们刚松下一口气 再扭头一看 我犬 遮天蔽日的弓箭如暴雨般落下 斯巴达勇士用刚硬的盾牌轻松化解危机 他们心想着 波斯兵这帮怂逼 正面刚不过就猥琐着放这种AOE大招 可没过多久波斯又派出骑兵 斯巴达勇士摆出三角阵型 以手为攻 他们的眼神比长矛还锋利 对方人高马大 那就专攻底盘 几个回合下来 波斯军全线溃败 无人生还 而斯巴达三百勇士 一人都没损失 波斯大帝就很尴尬 他严重低估了斯巴达勇士的战斗力 最后逼不得已 只能亲自跑来跟国王谈判 波斯大帝不愧是大帝 连裤衩子都是精子做的 说起话来 那也是牛逼闪闪 他对斯巴达国王说 只要你下跪 我保你荣华富贵 而国王却说 老哥年纪大了 膝盖不好 跪不下 荣华富贵是什么 黄金裤衩吗 我可不要 我嫌个子慌 两人是谁也不服谁 只能不欢而散 国王回到温泉关 用波斯人的身体筑起一座高墙 波斯大帝一看这个 更忍不了了 早早就派出他的最强部队 号称战无不胜的不死军团 斯巴达勇士推倒失强 给对方手领一个下马威 什么鬼不死军团 老子今天就教教你们 死字怎么写 对方见情况不妙 放出野蛮巨人大利哥 上来就把国王摁在地上摩擦 可国王也不是吃素的 拿起匕首刺向眼睛 然后用力一挥 大利哥直接脑袋分家 最后不死军团 全军覆没 斯巴达勇士一鼓作气 朝着对面的敌人大喊 你过来啊 波斯大帝这回真急了 什么损招都用上了 先是派出大犀牛冲锋 被斯巴达勇士一枪刺中要害 见物理输出不行 又让法师狂人燃烧弹 但他们不知道勇士里 有个叫法杀的男人 专杀法师 最后波斯军连大象都放出来了 谁知地上尸体太多 大象脚底打滑 直接纷纷摔落悬崖 正面打不过 波斯大帝决定从内部瓦解 他找来之前被国王拒绝的诸如 黄金美色连番通炸 诸如的身体硬了 但他的良心也丢了 他告诉波斯大帝 温泉关后面有条牧羊道 只要走这里从后方突袭他们 斯巴达人没有了地形优势 必死无疑 而就在另一边 斯巴达王后心系丈夫安危 试图说服议员出兵支援 但议员却一脸邪笑 他不接受说服 他要说服 堂堂一国之军被绿了 但他现在毫不知情 他正慰问着手下的将士 想着如何重整军心 迎接下一波攻击 突然临邦的一个光头兵起码赶到 他带来噩耗 牧羊道的秘密 已经被叛徒诸如 卖给了波斯大帝 明天一早就会被敌人包围 那里防御薄弱 根本没有胜算 温泉关马上就要沦陷 文婷子言 国王收起苦涩的笑容 接着大吼一声 是的 荣耀 对于斯巴达人来说 战死沙场就是他们毕生追逐的荣耀 在斯巴达勇士的准则里 没有投降 没有撤退 要么战 要么死 所有勇士都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迎接荣耀降临 唯独一个眼睛受伤的勇士 被国王拉到一边 国王让他回去 回去向所有希腊人 讲述一个故事 一个斯巴达三百勇士 为国奋战 光荣兴奋的传奇故事 第二天 波斯大军压上 把斯巴达勇士层层包围 波斯大帝仍然劝告国王 只要他放下武器 给波斯大帝磕个头 他和他的将士都能活命 花银刚落 国王缓缓走上前 取下了头盔 跟掉了盾台 放下手中的长矛 然后重重跪了下去 但他的脸上 没有丝毫屈辱 有的只是笑容和杀气 原来这一切都是为了 让对方放松警惕 沉闷的头盔阻碍了他的视线 沉重的盾台 会让他失去平衡 国王所有的动作 都在积蓄最后的致命一击 但他失败了 波斯大帝一声令下 万箭齐发 乱箭中三百勇士纷纷倒下 在临死之前 一名勇士握住国王的手 说 身中数剑的国王再次站起 顶天立地 热泪盈眶的望向天空 眼神中有愤怒 有悲怅 但更多的是对一生所爱的眷恋 残烈的温泉关之战 是一局真正荡气回肠的悲剧 悲剧不在于他们失败了 而是他们差一点点就握住了成功 他们能抵挡千军万马 但终究还是敌不过人心 他们死了 但他们真正活过 并且永远活着 他们无愧于那个不朽的名字 斯巴达三百勇士